接著談跟我們健康息息相關的疫苗 陳時中說 到底跟誰買疫苗 這是秘密 不能說 我們想問一下 就是疫苗的部分 是AZ嗎 我還是講說 有幾家廠商都在談 那竟然應該會有 比較確定的一些結果 當然大部分都有 簽保密的協定在 那因為講得太清楚 對我們的談判是不利的 所以有簽保密協定 我不能講 但是外界傳言紛紛 傳什麼呢 傳我們買了一千萬劑的牛基疫苗 AZ就是牛基疫苗 那牛基疫苗 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也特別談過 牛基疫苗問題比較多 包括它的測試者副作用 甚至傳出 它的保護力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受試者都不到五十五歲 換句話不到五十五歲的人 OK不代表超過五十五歲的人 OK 這是年齡層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買了一千萬劑的牛基疫苗 將來 照時中部長的說法 明年三月 最晚到六月以前 我們就會打到了 那如果是打牛基疫苗 不會有問題嗎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疫苗的大戰 第一個大家知道重點是什麼 疫苗最重要的重點是副作用 我跟你講 我只要死兩個人 你的注射率 施打率馬上從八十九十%馬上腰斬 那你一旦腰斬之後沒人打 你那個疫苗再好了防護力有什麼用 沒有覆蓋率了 對 所以第一個問題其實重點 並不是在它的保護率 而是它的副作用的比例 它的副作用 第二個問題是大家看數字 這個指揮中心說 我們拿了一千五百萬支 大家覺得很多很多對不對 不過你不要忘記一個人要打兩支 所以一千五百萬支 只能覆蓋台灣三分之一的人 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著落 那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是不公平的 不過國際上就是這樣子 加拿大取到的疫苗 足夠他們所有的國民打五遍 那它買那麼多幹嘛呢 不是 它先掌握住 因為不知道到時候 不知道哪一個疫苗會出事 對不對 萬一中途發生了 比如副作用的 對 或者在這個質量的管控上 萬一出了問題 對 那我就捨棄 所以它等於是UV 對 它有足夠的倍的容量 那我們現在怎麼努力 聽到現在就是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萬就是覆蓋三分之一的國民 那一千五百萬裡頭 可能有一千萬計時牛津疫苗 對 是比較便宜的 我們來看一下牛津疫苗 牛津疫苗其實是目前所有疫苗 據說手價最低的 最便宜的 牛津疫苗大概是新台幣114 輝瑞是556 塞諾菲是352 當然價格不見得就等同於價值和品質 但我們確實會擔心 因為牛津疫苗之前傳出很多問題 包括副作用 剛剛您說的副作用 包括保護力什麼搞錯了 不小心給人家打了半劑的 一半那個 應該說一半成分的 等於是一劑裡頭只有一半成分的 半量的 就是低劑量的 後來說被打到低劑量 是因為生產的過程當中不小心搞錯了 所以在質量的管控上也令人擔心 可是我跟你講在我們的地位 目前你的疫苗量極度不足的時候 五六七十分的盾牌中比沒盾牌被人家一槍打死好 對不對 你現在你有傷症的沒有打 沒有在打的 你刺他這麼沒辦法再拚動拚腮 坦白講真的 真是 這有就不錯了是嗎 你要先有才能要好 他只有 所以第一劑的低劑量 第二劑的高劑量 這一次測試有很多專業機構都說 這不準算 因為這是不小心烏龍造成的 那如果真正他的第一劑量 用他原本的劑量 第二劑用他原本的劑量 其實他保護力只有六十Percent 沒錯 這個是在 坦白講這個時候就叫做 不符合研究的設定的結論 你能不能接受的問題 不過反過來你講的一面一面 我們醫學有太多成就 都來自於不小心 不小心搞錯了 當初盤尼西林那個 是要丟掉的培養皿 被剪下來發現盤尼西林 所以我們如果用牛津的 我們就第一劑打低劑量 第二劑打高劑量 這樣就可以有九十趴的保護力 對啊 沒錯 如果真的這樣 不過當然被懷疑的是 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這個低劑量加高劑量的研究 case number很低 兩千多個人 兩千多個人 對於一個疫苗來講 是很微不足道的劑量 你想想看 如果打這個疫苗 三千個人會死一個 你只做了兩千七百個人 你就看不到死人 那你要回想一個問題 在台灣不打疫苗的情況是怎麼樣 每三百萬人 人年才死一個人 對不對 去年我們整個倒 死七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於三百萬的人年 才死一個人 所以任何疫苗 超過三百萬的人年 才死一個的 都不值得打 你打得死的人都比 對 邏輯上是這樣 對不對 邏輯上這樣子吧 當然你到時候為了觀光 那他就有兩千人測試 對啊 兩千七百個 所以他現在會接著做 對 但他接著做更恐怖了 對 但他接著做更恐怖了 我們來看他接著做做什麼 那也因為之前質疑聲浪不斷 所以我們回到新聞 他說那我這樣子 我上一次那叫做美麗的錯誤 不小心烏龍的 但是因為他不符合 他原本的研究程序 包括人的數量也不夠 所以當然也不能採用那個方式 所以他說我現在 準備展開一個新的實驗 什麼樣的新實驗 混合俄羅斯的疫苗 哎呦 俄羅斯的疫苗 俄羅斯疫苗之前不是罵翻了嗎 所以他只找三十幾個人測試 他在試驗的時候就給他核准了 根本縮短 極度縮短 整個測試的流行 現在他要混俄羅斯疫苗 那豈不是超捷徑嗎 沒錯 不過我坦白講真的 這個只是他的後續的測試中的一支 他自己也在測試 他這個低劑量 高劑量的部分 把case number拉大 要來看他的效果 所以他其實沒有那麼笨 那俄羅斯的疫苗 其實我跟你講 大家都批評說 這個牛津疫苗怎麼樣 怎麼樣不好 不過你想想看 你有的批評是因為 他在國際知名的期刊上寫出來 可是我跟你講 連輝瑞跟俄國的疫苗 沒有在期刊上寫什麼 你永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如果說透明度高的話 牛津疫苗透明度高啊 第二個問題 郭瑞沒有公佈實驗數據 目前還沒有啊 這樣啊 目前還沒有在文獻上 國際期刊被同宰審核 然後發表 目前還沒有 那第二個問題你不要忘記 其實這中間 這個牛津跟 AstraZeneca合作的 其實我們真的也要感念 他的這個用心 因為他疫苗價格當初說 他不要在窮人身上賺這個血錢 所以他把價格 疫苗價格壓到很低 你知道嗎 一個疫苗從發展的 營業經費等等的 裝填等等的 一支不到百多塊 坦白講 你吃炸雞 而且保存環境也普通 對 他也考慮到說你窮國 你也不可能有什麼70度 負70度的冷凍鏈 供銷位 你整個國家可能都沒有 負70度的冰箱 負70度冷凍鏈 講到哪裡去了 所以他不會做一個你根本 渴望不可及的東西